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8月31号 来到了我们本月的最后一天了 那今天的话呢 也是非常给力的一天 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盘面 整体的这个行情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机会很多 而且都是有一些什么 权重的 都是一些权重的一些机会 所以说我今天讲到的一些都是什么 都是重点哈朋友们 都是重点 好了每一笔交易哈朋友们 必须是严格带止损的 禁止扛单跟索仓哈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纽美 纽约一小时的一个盘面 那从盘面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哈 当下的这个涨势 还是占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 对不对啊 整体还是涨包括四小时 像这样的位置都已经怎么样 向上直接啊破位了啊 所以说今天的思路是非常的清楚的哈 这个位置就是干嘛 就是多哈 就是做延续哈 像这种行情就是什么 无脑的一些行情哈 那这个镰刀哈也是怎么样 我们经常操作的什么 常规的一些操作对不对哈 比较简单 那等一下的话呢 这个策略哈也会带大家去执行的哈 我们的澳元也是一样啊 纽约澳元是一样的节奏今天哈 我们大家我们就是选一个啊去操作对不对啊 整理还是掌势很清楚啊 像这种的k线对不对哈 踩得很稳的 像这种踩得很稳的k线 直接一干的打下来 这种概率真的是太绵亡了哈 所以说是今天的思路还是干嘛 还是去做多哈 那做多的话呢 像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都是多点哈 朋友们现在去进场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加仓哈 下来就是加仓 所以说这个比较清楚哈 好了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这个交叉盘的一些产品哈 一个就是我们的欧纽 那欧纽的话呢 它是跟那个纽约是相对应的对不对 你纽约涨你欧纽可能就跌啊 所以说当下的话呢 欧纽啊也是一样对不对啊 也是一个镰刀延续的一个行情哈 整体一笔还是下跌的趋势 没有任何毛病哈 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像这种哈 就是很很标准的对不对哈 很符合我们开的要求的这样的延续的这样的镰刀 也是什么也是我们必操作的哈 一个一个行情哈 朋友们像这个哈 还是干嘛 还是去做它的一个空哈 延续的一个思路哈 空点是非常清楚的哈 现在价格就可以去进场了哈 有一个下反弹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加仓的啊 就是我们加仓的位置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欧棒 那欧棒的话呢 这一笔啊 上周我们做了对不对哈 这一笔最终结果还是干嘛 还是下来了哈 还是走了一个延续哈 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这一笔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啊 上周价格创出了一个新低 那今天的一个思路还是做什么 做延续哈 那延续的话呢 怎么去做呢 可以参考一下 一个是 呃 一小时啊 朋友们一小时中轨的这个碰撞啊 价格上来了对不对哈 你去做它的一个空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哈 就可以去干嘛 就可以去进场哈 价格稍微有一个反弹的 到了这样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就是加仓的位置 思路是非常清楚的哈 就是做延续哈 做它的一个空 好 除了我们的一个欧棒 还有我们的一个欧架 还要跟大家去讲一下 那欧架的话呢 整体上哈 这一笔啊 这个区间是我们的一个最新的走势 整体还是一个什么 下跌的一个趋势对不对哈 通道啊 所以说当下欧架我们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 四小时的一个结构啊 那四小时的话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来啊 四小时啊 我们把那些刺头去给忽略掉啊 忽略掉也差不多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啊 这个位置 那今天的话呢 也是一个什么 做空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思路的话呢 是做什么 先看震荡的啊 朋友们啊 先看通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现在价格就可以去干嘛 就可以去进场了哈 对不对 你的对坐止损也很清楚哈 做什么 顺势的啊 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不好 好了各位伙伴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了 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 或者是来到我们学习班一起学习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哈 我们明天再见